入冬之后首播最长的寒流过境 各地都出现了美丽的风景 像是南投日月坛在昨天清晨 就有民众拍到坛面上笼罩在云雾当中 那么随着雾气流动 看起来像是冒烟的湖一般 桃玉天在宜兰太平山庄入夜之后 也起了博雾 灯光穿透之下产生琉璃光 看起来相当的梦幻 夜色昏暗雾气笼罩整个山庄 加上灯光的穿透 出现了琉璃光的视觉效果 地点就在宜兰太平山庄 25号晚上7点 山庄乡里巡视园区时 发现着梦幻画面 赶紧拿出手机记录 而同一天在南投日月坛 则是出现了冒烟的湖 画面宛如人间陷阱 觉得好美哦 仿佛古装戏剧里面的一个场景 真的很难得一见 民众也忍不住赞叹这绝美画面 25号一早 由民众到日月坛区捕捉到水雾 云雾缭绕 雾气不断上升 像是盖上一层薄薄白沙 相当浪漫 清晨由于气温较低 相对于河流或湖泊的水温较高 因此在接近水灭的地方 可能会出现水清水蒸气蒸发 预冷又凝结成云雾的现象 民众还透过空拍视角 记录投射盆地低空云海 再到投射水库 雾气溶罩画面优美 寒流过境 各地出现秋冬限定的美景 也提醒民众 山区日夜温差大 想要出门赏大景 还是要做好保暖措施 记者宜蘭南投综合报道